欢迎继续收看 最关心地坑的昆灵新闻 是有兴奋13日三十地坑的重要道路 但因为日过四周路面渐渐散心必须 也还有关键路插顶总控 管副局委员中等到 大陆600公司的道路进行改善 另外携带農地中华区 也因为路面破顺严重造成乡亲不变 关键中来先特别纠定会抗 并基本时间随便会 希望工厅完工以后 能够助民众安全的用路环境 稍后兴奋13日三平常 是乡民常常都会经过的道路 对电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路線 不过因为这条路已经二三十年 没有进行改善 在地乡亲表示 每次经过都会非常注意 之前这段有时候 那个真的你如果站得比较快 会觉得一早就知道 就是会翻车 管政府这天来基盘四天岁民会 并且表示 目前将进行等600公司的道路最先 会两天进行相关的法报作业 最快6月第四天 因为这条路面很长 打算也很严重 我们的灵灵的一步一步 逐步来建构完成 希望这个工厅 建构路基的拥护 我们希望路基拥护 还要建构内容 所以分一三年月一季 六月分要来建筑四天 希望精进可以完成一个冰镇 安全的道路 给我们乡亲来使用 另外 而构建构農地中卫区 也为民国75年 整月之后 農水楼就没有进行相关的修行 所以管政府也要来 检队農水楼380公车 至9月280公车 来进行改善 因此管府也来到现场 听处民众的訴求 在未来在持续的时候 可以复合我们乡亲的訴求 希望这两家的道路 改善完工之后 可以建立好 稀有乡亲一个素食的用路品质 也不用为了路面不安全 以体型调大 既然立不在蔡王伯德